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安十二时辰》 作者马伯雍 演播张腾月 第十五集 被反刺了一句的姚汝能脸色胀红 他辩解道 你这是强词夺理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若这些贼人要你去做些大奸大恶之事 比如谋逆天子 难道你也答应 张晓静微微点了点头 一人之命自然不及万众之命 面对如此大逆不道之言 姚汝能简直惊呆了 你竟敢 他一句话没说完 忽然被一股力量猛然掐住脖子 后背砰的一声重重撞在墙边 张晓静的毒眼几乎贴在鼻尖 沙哑的声音在耳边恶狠狠的响起 听着 现在距离长安城毁灭 只剩三个时辰 我们还没摸到突厥人的边 你不帮忙就给我滚 姚汝能一梗脖子毫不示弱 别装了 你根本不关心长安的安危 你是个死囚犯 你一定做错了事 你恨朝廷 张晓静的神情在明暗光线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苦笑 里边深藏着嘲讽与哀伤 没错 我恨这个朝廷 可只有我能救他 就在这时 一阵密集的脚步声传来 陆续进来二十多人 青一色都是男子 高矮不一 年纪也不同 皆是短袄白衫 姚汝能认出其中几个面孔 都是赌场里见过的 格老让他们站成一排 然后对张晓静做了个手势 姚汝能浑身一僵 就算他不懂暗语 也知道格老是什么意思 没想到 这位昆仑奴这么狠 非但要让张晓静 输出暗庄的名字 还要让他自己亲自当面指出 接下来的事 不用想也知道 一定会让张晓静 亲手杀死这暗庄 才算完成协议 这叫投名状 姚汝能紧张地看向张晓静 正要开口质问 忽然脖颈被后者猛切了一下 灯石昏了过去 格老呵呵一笑 你还挺心疼 这个小官要子的 他和你当年挺像啊 张晓静没有接着话 而是走过去 对那二十几个人扫尸一圈 张晓静脸颊的肌肉 在微微抽动 就算是死囚犯 帮着昔日的敌人 来指认同僚 仍需要克服很大的心理障碍 他的手臂缓缓抬起 格老忽然又开口了 张帅 其实你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选 嗯 老奴这双老眼能看出来 这个活 是官府拿赦免死罪 要挟你吧 张晓静保持着沉默 却也不否认 他们就喜欢这么干 格老的手指优雅的搭在一起 咱们做另外一笔交易如何 我也不逼你认人 只要你把长安的事 说于老奴之 老奴就把你顺顺当当送出城 从此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岂不快哉 不得不说 格老的提议非常有诱惑力 只要出了长安城 张晓静便是彻底的自由之身 静安司和李毕根本顾不上追究 他们能不能活过今晚都不知道 而张晓静所要付出的代价 简直微乎其微 这条路可比他杀死前同僚换取情报 然后背负着猜疑 去追查突厥凶徒要容易多了 屋子里变得非常安静 只有隔壁传来女人隐隐的哭泣 张晓静站在阴影里 短暂的闭上眼睛 不到一弹纸便重新睁开 抬手弹开了眼窝里的灰尘 抱歉 格老 这一次 我还不能走 你就这么喜欢 替朝廷做走狗 不 这次与朝廷无关 张晓静扬起头 有微弱的光线 从茅草的间隙流泻下来 迂腐 格老尖刻地评价道 然后伸了个懒腰 得了 老奴人质易尽 那就请你指认暗装吧 最好 是你之前亲自送进来的那个 我就爱看这样的戏 张晓静再次扫视众人 眼神变得坚毅起来 他忽然单腿跪地 肃荣拱手 今日之事实在是势极从全 不得不为 待到九泉之下 再容告罪 队伍中有一个人变了脸色 急忙一个朝后退去 张晓静起身 骤然出手 刀光一闪 切过那人咽喉 在其他人还未有反应之前 他便软软倒地 弃绝身亡 正是适才开门的小蚁 赌场里的那个起头 站在队列里 双腿瑟瑟发抖 有点后悔 不该让你亲自动手了 阁老略不甘心地 舔舔嘴唇 若是落在我们手里 只怕死上三天 也还死不了 张晓静铁青的脸 又举起刀来 赌场的起头 咕咚一声跪倒在地 连声哀叫 我真的是在宫门混不下去 才来投奔阁老的 我是为了钱 不是暗庄啊 他正污渍叫喊 忽然看到一根 血淋淋的手指 落在面前 起头不知所措 抬头望去 看到张晓静的左手 有一根小拇指 被齐根斩断 鲜血狂流不止 全场鸦雀无声 只听到张晓静的声音响起 小乙是我亲手送进来 又是我亲自出卖 为了大局 我并不后悔 但这一笔杀孽 我早晚要还上 但不是现在 所以断旨为继 诸位给我做个见证 阁老摇头痴笑道 于父 一条人命而已 卖了就卖了 至于这么自责吗 张晓静没理睬他 自顾从怀里掏出一方 捐布 单手去过伤口 赌场的起头 怯怯的看向阁老 见他没什么反应 急忙起身 殷勤的帮张晓静裹伤 这活他轻车熟路 从前在宫门的时候 没少给张头疗伤 伤口处置好后 张晓静撩起刨脚 擦干净刀上的血迹 一字一句对阁老说道 表情痛苦而猙獰 阁老 到你了 此时 他身上涌出来的强烈杀意 连那老黑奴都为之哑然 后者动动嘴唇 终究没再说出什么嘲讽的话 鸟乳能悠悠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审讯室里 眼前一男一女紧附着 他正看到 阁老打了个响指 那诸如把皮鞭递给张晓静 难道张晓静 已经指认完了 把暗装都给杀了 他正要开口问 却被人按在地上 阁老侧过头 对他 嘘了一声 前方张晓静 捏了捏鞭饼 眼神来回在两人身上巡视 然后停留在女子身上 他对童儿道 我现在 要问你一个关于龙波的问题 希望你如实回答 童儿猛然抬起头 力声喝道 除非你们把我和寒狼放了 否则 休想让我开口 他和情郎 被拘押了一天一夜 几乎绝望 现在好不容易 捉到一根救命稻草 死死抓住不放 张晓静观察了一下 这女人身上鞭痕累累 显然不知打过多少次了 拷打对他没用 张晓静说道 说出来 我可以向阁老讨一个人情 放你走 童儿冷笑 休想离间我们 我们发过誓的 同生共死 绝不独行 张晓静摇摇头 又走到寒狼身前 男子抬起头 看到是官府里的人 正要开口呼救 就被鞭饼塞住嘴巴 旁边 童儿有大声道 没用的 你杀了寒狼 我跟他殉情便是 张晓静没理他 对那男子道 我只能救你们 其中一个人离开 你可以选择是谁 但记住 只能选一个 说完之后 张晓静倒退几步 冷眼看着 男人先是惊疑 然后是惊喜 嘴里反复喃喃 但每次看向童儿 便心生犹豫 不肯明确说出一个名字 张晓静忽然把身子凑过去 耳朵贴近他 然后点了点头 好 张晓静放下鞭子 手起刀落 斩断 吊着男子的麻绳 寒狼滚落在地 先是愣了一下 自己根本没说话呀 可话到嘴边 突然犹豫了起来 他试探着挪动几步 看那几个凶神都没动作 然后眼底流泄出狂喜 仿佛有人替他做了决定 就不必心存愧疚了 他看看左右 无人阻拦 用袖口掩面 急忙朝着出口 慌张跑去 等他走远之后 张晓静再次走到童儿面前 他呆呆地 看着地上断成两截的绳子 亲手低垂 似乎不相信是真的 你骗我 他根本什么都没说 童儿忽然抬起头 愤怒地喊道 一个男人 不要听他说了什么 要看他做了什么 若他本无离异 我又怎能左右他的双腿 张晓静的语气平淡 似是在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 童儿不由地放声大哭 姚汝能 面露不忍 把头转去一旁 张晓静 只是小小地考验了一下人性 便釜底抽薪 毁掉了这姑娘的希望 不过仔细想想 他连出卖童僚都毫不在意 这种事情 又算得了什么 张晓静用鞭烧 抬起童儿的下巴 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他没再拒绝 他已经没有坚持的理由 根据他的交代 龙波第一次来平康里 就选了他 从此一直没换过人 这个人话很少 从不透露自己的身份 行房时候都不怎么出声 他数次带他遛马 去的是修正坊 十字街西南的一处大宅地 这宅地很大 他问过龙波是哪来的 龙波只说是待人看管 没说是谁 张晓静转身看向阁老 说我擅作主张放走一人 还请见谅 阁老笑道 我们又不是施虐狂 摆出这排场 无非是叫姑娘们收心罢了 张老弟一句话 就让童儿禁止男子之害 也省了我们的事 可以直接送还给妈妈了 那畸形矮子解开童儿 拖着他离开屋子 姚汝能忍无可忍 终于开口道 张主位 这样欺辱一个弱女子 是否有失仁义之道 是了 你连自己同僚都杀 这算得了什么 他如耿在喉 不说出来实在难受 张晓静抬起头 眼中尽是嘲讽 哦 你是说 让他跟随这种人回家 结局会比现在更好 姚汝能 饿了一声 答不上来 类似的案子 他接触过 确实几乎没一个是好结局 张晓静冷冷道 每个人 都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他选了这条路 就该早早有了觉悟 你若觉得可怜 把他娶回去便是 姚汝能有点面红耳赤 牙口无言的闭上了嘴 可他已经打定了主意 一旦离开平康里 就立刻上报静安司 张晓静的行为 已经完全逾越了底线 曹破岩的手肘 一直隐隐作痛 这非常难受 但至少可以让他始终保持警觉 在这座危机四伏的城市里 没有什么比敏锐的感觉更重要 他此时正站在一处偏僻大院的入口 注视着一列车队缓缓驶入 这对大车足有十辆之多 都是双原资车 四面挂着厚厚的青蔓 车顶高高拱起 从车折印的痕迹深浅可以看出 车里装载的货物相当重 每一辆车都沾满了尘土和泥浆 无论远马还是车夫都疲态尽险 从车前插着的香绿编三角号旗可以知道 它们隶属于苏记车马行 这个车马行专跑长安以北的民货脚运 声誉颇高 带队的脚总跳下第一辆马车 拍拍身上的土大大松了一口气 这趟从严州府到长安的活不错 委托人给钱爽快 运的又不是什么贵重东西 路上不必提心吊胆 委托人唯一要求苛刻的是时间 无论如何要在上元节前日运地 现在车队赶在五十顺利入战 他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其实按规矩 这些大宗货物只能运入东西二世 再分运出去 其他访门都设有过龙坎 宽具马车根本进不去 不过这个货站比较偏僻 人际罕至 入口又是直接对接而开 过龙坎早被卸掉了 这种为了省点睡筋的小猫腻 脚总见得多了 根本不以为惯 接下来 只要跟售货方点完货物 讨张搁单 事儿就算完了 脚总已经想好了下午的计划 找个堂子好好泡泡 疏松下身子 再去西市 给婆娘买点糊货 晚上弄罐上好的三乐浆 寻个高处 边喝边看灯会 完美的一天 脚总环顾四周 一眼就分辨出 曹破岩是这里的主事人 他凑过去满脸堆笑 这位大郎性不如命 货物一件不少 时间刚刚好 然后递去一束卷好的薄荷叶 这是行车提神用的 旨在江淮有产 曹破岩却根本不接 面无表情地说 进城之时可有阻碍 这类大宗货物入长安城 城门间都要审核入策 才与放行 但是货多利少 经常一审就是几天时间 苏记车马行常年走货 跟城门间关系很好 可以缩短报关时间 这是他们赶走长安一线的依障 听到他问起 脚总一拍胸脯 得意洋洋 我没有熟人打点 全无问题 沉时报关不到两个时辰 就放行了 手续都在这儿呢 一样不少 说完 他把一罗文书递给曹破岩 曹破岩简单地翻阅了一下 又问道 他们查验货物了吗 那脚总裴笑道 除非您有爵位 否则这个可免不了 不过全城啊 我都盯着呢 他们只抽查了其中两件 拿长毛捅了一下就封回去了 话说回来 您运的这玩意儿 一不违禁 二不愚智 能出什么问题 您也是担心过肾 曹破岩无意听他啰嗦 单手做了个手势 交谢吧 大家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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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听